这只拉布拉多生了一屋哈士奇 事情的原委简直可以堪称一部年度大戏 这次是金毛 拉布拉多和哈士奇的爱恨情仇 金毛和拉布拉多原本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由于他们的主人非常喜欢狗 后来又领养了一只性格活泼的哈士奇弟弟 原本安静祥和的生活被这只哈士奇搞得鸡飞狗跳 两狗家庭也变成了三狗家庭 虽然有点乱 但也还算幸福 事情的起因是主人突发状况需要住院 不得已将三只狗狗送去寄养 由于哈士奇的性格太过于活泼 他自己住的单间 金毛和拉布拉多两夫妻住的一间 也就仅仅几天的时间 哈士奇竟然把笼子给拆了 还把自己的大哥和大嫂也给放了出来 最后主人出院回家 结果哈士奇给跑丢了 最终经过多方寻找 也没能找到他 后来主人发现拉布拉多的肚子越来越大 他竟然是怀孕了 生孩子的时候 金毛在门外徘徊了好久 脸上写满了对媳妇的担心 看到拉布拉多生出的孩子 主人实在不知怎样和金毛谨慎 自己的媳妇生了 孩子却是他的大侄子 当媳妇生完孩子 金毛走进产房看到孩子时 他什么都明白了 扭头就走吧 自己的媳妇和自己的弟弟竟然给自己生了一窝大侄子 他想不通也想不明白自己的媳妇生了 孩子却不是他的 他满脸问号地看向主人 可主人却不知道怎样安慰他 金毛鼓起勇气 再次走进产房 想看看十二只里面有没有一只像自己了 不出意外的结果 让金毛彻底地死了心 十二只小崽子和他的哈士奇弟弟一模一样 本来金毛就已经够闹心的了 他的主人还一想天开的 想让金毛给这群小崽子当爸爸 看看你妈妈你跟他心灯沟通一下 手手给妈妈 我摸一摸 你藏着啥 手给妈妈 摸一摸 没事他不咬人 我摸一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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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的 我咋的能吃了你啊 我还只望着你帮忙带孩子你这天天 这怎么这不定事呢 你分啥白眼 我玩就不是你咋 你闻闻闻人的属意属意 怎么说你们也算个尽情呢 金毛心想我这辈子是做了什么孽呀 媳妇生了 孩子却不是自己的还要帮忙带孩子 这立帽子戴的是有苦说不出呀 就是你懂胡同 wolves 疾症